然后我让丽将军来讲一下 第一个是看见之后 俄罗斯本土遭到大规模的袭击 其实在跨年的时候 乌克兰也被俄罗斯大规模的袭击 还打到了基辅 那1月2号 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了 17枚赤阳火箭弹的攻击 一死两伤 然后在跨年12月30号的时候 也对另外一个地方 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 25人死 上百人受伤 规模不小 大规模的袭击 这是一个要上谈判桌的前兆吗 还是什么呢 我稍微让这个丽将军来解析一下 当然紧接着我们要来看 这个金砖扩容之后 沙特 伊朗 阿联酋 伊索皮亚 埃及 本来有阿根廷 后来阿根廷说不要嘛 那就好哦 加了五国金砖五加五十国 金砖十国元年 1月1号正式上路 然后你知道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是谁吗 就是俄罗斯 就是普丁大帝 今年当金砖国家的轮值老大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袖子捋一捋 可以开始干大事 因为俄乌也差不多要收场了 对不对 他最近才刚刚出访 所以已经公布了一些细节 包括今年的这个领导人会晤计划 2024年10月在喀山举行 那这个地方距离乌东 大概有一千公里 为什么要这么远 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 说乌克兰就算是无人机 大概也飞不到的距离 然后外长拉夫罗夫也说 这个2024夏天要先举行一个金砖 外长的峰会 那另一头中俄的背靠背不是盖的 这个俄罗斯的军备是非常强 军工产业非常强 这个说实话 以前还不太看得上眼 中国的军工产业 现在不是 现在要跟大陆来买 买什么呢 包括他买他的这个车床 CNC就是电脑操控的车床 这个数字来看 比战争爆发前多买了十倍 另外一方面买什么 买了二十台的GT25000的重型燃气涡轮 好这个是放在什么055上面的 是不是 他是一下子也买了 就是说现在俄罗斯要跟中国大陆买军备 这个丽将军怎么看 我先补充一下 福建先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官宣 因为我想到说昨天是董军接国防部长 海军的接国防部长 所以他选在这个时候 等于去董军来讲做一个官宣 对不对 表示给他祝贺的意思 就是 那另外 俄务之间我给大家看一个 其实数字会讲话 我们不要光看他们两边飞机打过来打过去 飞来射过来射过去 我这边有一张图 导播帮我看一下 对 我跟你讲这个图是什么 是乌克兰的人民的一个年纪的比例 就是大家看到最上面是年纪最老的 可能七八十岁以上那种年龄层的 那中间有一节是凹下去 你要再按一下 因为他一幕黑掉了 有一个凹下去的 是年纪年龄层最低的 蓝色的是男生 红色的是女生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中间凹下去的地方 凹下去的地方就是他们年轻人 就是他年轻人都打光了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数字是显示这样 整个俄罗斯 乌克兰 乌克兰打到现在 他本来有四千多万人口 他现在大概少了一千六百万人口 年轻人打光了 男人也快打光了 女生 有一些女生是怎么样 就是出国了 就是去国外当难民去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相信前两天 他们到最后这关头 我们看到这两天 其实战火反而更激烈 不管是俄罗斯 对不对 对乌克兰来讲的话 他发现最多一次的 这种飞弹的攻击 然后甚至于打到基辅 也对基辅攻击 利沃夫 都飞弹攻击很重 然后乌克兰对俄罗斯 我们也看到 把他一条最大的 剩下一条两栖登陆舰 也给他击沉了 然后也对他发起 这次很大规模的一个 空中的一个攻击 可见双方来讲 最后这个时间点 都已经进入冬天了 双方为什么还要这样较劲 其实我个人认为说 其实双方都打差不多了 这个不管是乌克兰或干嘛 他现在我们也知道 欧美这些国家对他来讲 已经是所谓的乌克兰疲乏 美国现在提供给他的资金 只剩下两亿 对不对 今天只剩下两亿 其他的钱到现在为止过不了 你没有钱 那些钱不是说光买武器装备而已 你还要怎么样 就是说你还要公务人员 居然要发薪水 他就是希望说双方 我们知道上谈判桌以前 一定是打得最激烈的时候 我有一个战果 我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才能够上谈判桌 对 自己跟美西方好交代 给了这么多的弹药金钱等等 然后也希望在谈判桌上面 可以谈出一个比较好的成果出来 那你怎么看待今年 这个普丁大地的大展手脚 金砖十国最有意思是阿根廷 其实阿根廷当初金砖十国 他怎么会加入金砖十国 其实是巴西要拉他进来的 阿根廷我们今天可以直接跳过了 很多人讲说 谢谢阿根廷不加入 这也比较没有那么麻烦 对 他欠太多钱了 然后本来那么平均 你拉进来其实是拖累大家 对不对 那时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我觉得金砖十国 现在最重要的是普丁那边 因为最早的时候金砖是四国 是俄罗斯 中国跟巴西还有 不是 那时候还不是南非 这个巴西 今年对于普丁很不一般 因为这是金砖扩容之后的元年 第一次 以前五个国家 现在十个国家一起金融壮盛 大家都有一些的共识 对不对 那当然他的对照组 美国 西方等等 那另外一个呢 普丁又等于是说 他本来现在这个俄乌战争里面 他的金融也好 他的军工也好 他的经济也好 刚开始都还是有些困难 现在等于说各方面都已经整军好了 跟中国的关系也处理好了 他今年会怎么 我要用玩这个字 怎么去玩这个金砖十国的峰会 我跟你讲 这个金砖十国 俄罗斯跟欧美这些国家 他们其实刚开始制裁俄罗斯 但是俄罗斯打仗的原料是什么 是他自己本身的硬实力 硬的经济实力 他自己本身有原料 有物料 有人才 对不对 有这种工业基础 他硬实力 但是我跟你讲 美国现在跟欧洲很多国家 他的实力是那种虚的 什么是虚的 他靠金融 靠服务 靠科技 你这个东西不能拿来打仗 打仗是真枪实战 要真的是说金属做出来的炮弹才能够去打 你现在欧美国家没有 你连炮弹都弄不动俄罗斯 你怎么去跟他打仗 对 所以除了军工之外 我也问一下这个委员 所以你怎么看待金属十国 今天俄罗斯你觉得呢 他会怎么样把这个棋局下好 他挑在喀山来举行有很大的 因为喀山我们台湾比较不熟 它是俄罗斯很重要的历史名城 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所谓的世界遗产 某种程度你可以比喻 是中国的西安 他是一个古都 而且更有趣了 他举办过很多这种世界足球赛 他举办过那个什么 世界舞什么运动会一大堆 所以他是一个很常常办活动的地方 当然最重要是风景秀丽 这是一个必备的条件 所以喀山 而且他的人种又很特殊 俄罗斯人只有一半 另外一半是蒙古人 蒙古血统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可能那个习近平主席一看 马路上怎么都是咱们中国人 会有这种误解 因为蒙古人跟汉族长得很像嘛 都是黄种人嘛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特殊 所以我认为这个 他挑这个地方来举办这个活动 当然不能排除说 有因为安全考虑 可是也不能这样讲 因为你那个金砖国家的外长 是在那个诺夫哥罗多 那就离乌克兰边界又很近 表示他也不是很在意 但是做喀山来讲 他是想要对全世界做一个很强大的宣传 那这里面的主题是什么 聚美元化 抵大了 抵US大了 所以他一定会大动手脚 对过去金砖之鱼普丁 跟现在2020金砖之鱼普丁 那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今年普丁轮值 要等着看普丁在今年大展手脚 现收大地归来 对 干大事 今年就是一个普丁年的概念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肉糖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剂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小时葚 撒起来 高兴 那你们有静悟吗 这我们能够是住的 伙众进法区尔益生菌 好